美國總統奧巴馬頒布了有關西部科羅拉多州受災情況的救災聲明 奧巴馬星期五將前往科羅拉多州了解受災的情況 當地的山火已經燒毀了數以百計的房屋 並且導致至少一人死亡 當局表示自從星期二以來共有346家的房屋被燒毀 在此之前華爾杜谷火勢突然失控 迫使歸州的第二大城市科羅拉多全市的約36,000人撤離 警方說在一間燒毀的房屋當中發現一具屍體並且有兩個人失蹤 奧巴馬發表救災的聲明可以使用聯邦救災資金 幫助受山火影響地區的災民 這些地區包括華爾杜谷和另一個科羅拉多北部的地區 在半月初那裡的大火燒毀了257間房屋 幾天以來的酷液的天氣和大風助長了火勢 由於天氣開始降溫風勢減弱 目前大火有15%是受到控制 放鬆 一 碗 酷 2018 2 2 3 2